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栋筷子的游戏 傍晚的时候 妈妈做好了饭菜 叫小雨一盘盘摆在了饭桌上 但是爸爸还在路上 没有到家 妈妈问 小雨 我们是先吃呢 还是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小雨想了想 说 我还不饿 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吧 妈妈笑着说 小雨真懂事 爸爸再过几分钟就要回来了 妈妈忽然想起了什么 叫小雨去厨房再拿几双筷子 小雨拿过来后 妈妈说 妈妈出个题考考你 怎么样 小雨说 好啊 考我什么 妈妈用筷子在饭桌上摆出了一个等式 说 你能吃一根筷子 让这个等式成立吗 小雨仔细地观察起来 慢慢思索 我知道了 小雨高兴地叫起来 然后移动一根筷子 然后移动一根筷子 十等式成立了 小雨拍手欢呼 哈哈 怎么样 妈妈 我做对了吗 妈妈笑着说 对了 对了 小雨真聪明 这时 爸爸回来了 小雨赶忙跑过去 为爸爸接公文包 然后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爸爸一边脱外套换鞋 一边问说 你们吃了吗 妈妈说 小雨说要等你 还没吃呢 爸爸说 哟 这么好 快来让爸爸亲一下 说完 爸爸弯腰在小雨脸蛋上亲了一下 妈妈妈 妈妈正在收拾桌上的筷子 爸爸看见了就问说 怎么这么多筷子啊 妈妈说 我刚才考小雨题目来着 爸爸说 我还没吃呢 我还没吃呢 你会有一种 怎么这么 road 你会跟你说 我们会有什么地方 不要多 dado 别觉得 你还没吃呢 我还没吃呢 我还没吃呢 我也没吃呢 比如说 我还没吃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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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,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才会越来越强 在这个故事里,小鱼解决了两个问题 小朋友们,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问题 你能解决它们吗? 问题一,假如只能移动一根筷子 你能使下面的等式成立吗? 问题二,如果只能移动一根筷子 你能让下面这个等式成立吗? 感谢观看